車市真每天有新變化 沒想到現在又有新亮點了 博傑請上來 昨天不接跟我講 Tesla Model S出現大改版 而且新的酷的科技感全到位了 但我比較在乎的是 鴻海集團旗下的洪華 聽說6月份會有自己的 推出第一款電動車 到底它又是哪些的新鮮呢 來請說 第一個我們先看Tesla 真的熱然姐你是趕上熱潮 才剛改版沒兩天了 剛改 對剛改 所以這是最新鮮的 謝謝你告訴我 以後車子什麼消息都要跟我講 是是沒有問題 好這個你看到 有沒有感覺像來到飛機坐艙 或是F1賽車的坐艙的感覺 哇好漂亮 有沒有 這是它裡面的內裝 這個方向盤 一點都不像過去舊的方向盤 這有點像打電玩那種方向盤 對對沒有錯 這個上面還內建什麼 這個螢幕裡面是PS5的遊戲耶 酷喔 所以以後在Tesla裡面不用怕無聊 為什麼 駕駛如果塞車玩個PS5後座也可以玩 你知道這個是歡樂的電動車耶 但是行進中不可以玩喔 行進中沒辦法玩 好這個是Tesla這次的優點是什麼 它把這個方向盤這裡改成類似像F1跟飛機的造型 原本的這一塊啊中控它本來是長條型了對不對 它現在把它橫置了倒過來變成橫的大的 那這個整個配置你會發現它整個科技感爆棚 而且你看變成了大的橫置啊反而比長的好太多 好看又方便 這裡啊這個位置啊你可以放兩支iPhone12手機進去無線充電 謝謝你 可以放個 所以這是充電的地方 對這是充電無線充電的位置 對你看這是前座 我們來看後座 後座更漂亮 後座還真漂亮耶 對我跟你講後座你看 你們發現這個彩色的螢幕 很少車子有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高級車才有 比如說賓士的S系列啊 BMW7系列 這個螢幕呢 據我判斷了 這感覺是電動玩具的 也可以玩電玩 對也可以玩電玩 然後可能還有你 譬如說後面冷氣的出風口啊 調音響啊 甚至這個電燈的這個明亮等等 那重點是這一次啊 我看到它這裡有配這個木頭的這個飾板 然後整個椅子的這個狀況啊 看起來都是質感有加強 我覺得它這個椅子這個座椅啊 很有科技感的 對好像那個星際爭霸戰 你知道嗎 那個感覺 對而且而且你看它這個旁邊 兩邊有凸起對不對 這個其實是那個包覆感 那你車子啊 在這個比較激烈抄架的時候啊 你人不會被甩來甩去 對因為我睡才睡得安穩啊 做夢做到一半才不會被吵啊 所以這次我看完它改版完的東西 我覺得蠻讚的 這個是特斯拉的部分 所以呢這一次的大改版 大家就想這個科技感爆棚 那剛才講到的防F1的方向盤 PS5的遊戲 那前後的這個無線作充還有大螢幕 都是這一次的亮點 另外鴻華這個MIH平台出來之後 大家都在想我鴻海這個新的車子什麼時候說 這一次開始在傳了 我們來看前面剛才一開始這張圖啊 這台是納智傑的U5 這台是納智傑的S3 這台是小台的休旅車 這台是小台的這個四門的房車 這兩台賣了 這兩台目前停產了 但是對 但是呢 傳說 洪華6月份可能會有電動車亮相 那大家就在猜 是不是用這兩台作為基礎 下去改裝的 因為MIH是跟育龍合作嘛 對對對 那用這兩個來進行改裝 為什麼挑這兩台啊 因為這兩台的 挑這兩台的成本可能會最低 因為原本就有這個車架 有這個結構嘛 模子都在 對模子都在嘛 那零件也都在 你換成電動車 裡面一些東西把它修改過 這可能啊 大家再猜是這樣 那納智傑的剛剛那兩台 我看一下那兩輛 原本當時生產的時候賣得好不好 U5跟S3 U5跟S3並不是它的主力產品 所以沒有賣的想像中的那樣好 但是看起來很漂亮 對其實不錯啦 要是我就買這個Purple的 看起來好酷喔 對 它那時候特別主打 就是這個紫色 女性 對對對 我開起來一定是 哎呀好 這兩台都是中小型的房車 好 所以大家就在想 這個可能用S3跟U5做原型的 最重要我認為它會主打都會 小家庭還有科技的需求 因為 應該多一個 女性 對 都會女性對不對 這非常有可能 OK OK 對所以這個我們可以期待 6月份有新的 我再幫大家做介紹 好 那另外一個 最近還有看 拜登上台之後 我覺得他有一個政策很好 他說他要把這個整個政府 65萬輛的轎車跟卡車車 對 通通換成電動車 對啊 我也真的覺得拜登一上台 就說這個 所以擺明了電動車 是他絕對會衝的方向 對 就是說他已經跟你講 我政策的主流就在這邊嘛 那如果說全部要換 大家就估計可能至少要花200億美元 200億 對 那另外拜登有講 我現在美國製造買美國貨對不對 所以裡面零組件的比率也不能低於50% 是美國之外做的 這樣子喔 那晶片還是跟我們台積電買吧 對沒有錯 對嗎 吹用晶片還是跟台灣買 它可以是什麼 德州儀計設計的 台積電製造 這樣其實也算得宜的東西 對 好 那另外因應這些東西 它可能要再多建造55萬座的充電站 那這樣可能可以增加100萬個工作機會 帶動千億美元以上的投資 所以其實這個政策 看起來是不錯的 但是我來個大膽假設 就算拜登 你們還記不記得這個禮拜三 我請書房姐追過一個大主題 拜登說這個美國人 全部都要買美國貨的這樣一個行政命令 但你覺得一個東西的內內外外 上上下下 全部都是沒得贏USA嗎 那有可能 不可能 對嘛 所以我說這個台灣硬體強項在這 還有這個車子 就算這個製造比例有拉高 不低於50% 台灣應該還是這邊 這邊都能夠分到一批根吧 都會卡得到位 你看吧 所以最後一張來看一下去年 我們再插播去年的黑馬 因為要講車是看現在更看去年 因為去年聽說這三輛車賣得最好 這個在台灣去年 它是首度三大豪車進榜 它是年度的黑馬 豪華車 對豪華車 第一台 Lexus的這個MX 這台成龍應該很熟悉 這台我認為它是滿熟悉的 超大哥你有買這台嗎 這台 類似啦 但這一台應該賣完了吧 它現在要大改款 因為我在車上看到好多這一台 這台其實就是有點制服車 它的系列是什麼 UX 然後NX跟RX 它有這三個系列 那其實就是大小的差別而已 難怪 因為長這樣 有大中小這三款 所以路上看好多這個車 很多這個 Lexus賣最好就是休旅車 NX這一台它算是中型的 有一點要偏大型的 那這台Lexus NX 它是什麼主打什麼 家庭毒匪跟豪華的休旅車 那最重要的裡面一些主被 主被動的這個安全 這個配備 尤其是全素裔的這個ACC 就是我們講的 主動式車距調節巡航系統 就是自動跟車就對了 要偵測喔 對對對 所以感測那些鏡頭都要 對 那另外它的這個內裝 非常的科技跟豪華 那這個車長不會太長 4.6米適合台北或都市的 你在使用的這個東西 停車位大小都鑽得進去 對對對 所以這台去年算賣得不錯的 而且這個大概我記得 大概130-140萬的級距 往上這樣子 那還不錯喔 價格甜蜜 對價格不會太貴了 那另外賓士的A系列 其實它在這個2019年 年底就改款了 那時候還找誰 找蔡依林 他找蔡依林來廣告 下次車子可以找我 好來繼續 對那他還說什麼 那是號稱 這台是全世界最懂你的車 沒有質疑的 只有他 OK 為什麼 因為他的科技搭載了 所謂MBUX的多媒體AI 有AI 有有 他裡面有AI 就是你跟他說 嘿賓士 冷氣太冷了 他就幫你直接溫度調高一點 什麼我要打電話給誰啊之類的 嘿賓士 9點了幫我開前線百分百 台式財經台 這個 對 做得到嘛 對 只要你裡面有裝電視的話 是有沒有啦 他裡面沒有辦法看那個電視 因為開車不行 開車不行 那種聽的啊 你知道我們現在回去喔 有的時候都看到那個旁邊的車子 在看前線百分百 我好想跟他交融 哈囉 好來繼續 那另外因為A系列他是 有五門先輩跟四門方 他比較小型 所以呢他主打運動跟科技 這是年輕人最愛的車 對 那另外特斯拉Model 3 就是不用講了 這個去年在台灣賣的算很好的 這是入門的電動車 非常的便宜 有科技跟性能兼具 那最強的當然就是自動輔助駕駛 這三台就是去年台灣在豪車裡面 所謂的年度黑馬的部分 我問你喔 三大豪華車年度黑馬 這都是國外的吧 對這都國外的 都不是國產車 都不是國產車 因為我看到資料說什麼 去年國產車首次賣營國外進口車 那所以呢 所以國產車就來了 我們趕快來看 國產車去年三個品牌賣最好 我們講到雙田豐田跟本田 另外加一個日產 結果你看到都是日本的品牌 在台灣製造的 組裝的好那賣的前三大最好的車款是什麼 Toyota的Artis賣了兩萬九千多台 另外本田CRV賣了一萬六千多台 這個Kix就是日產 它賣了一萬五千多台 這是國產車前三大賣最好的 另外一個去年不能忽視黑馬 我問你喔 所以這個是Nissan對不對 那這個是HONDA HONDA 這個是Toyota 好來 那再來去年還有一個黑馬 最佳進步講福特 以前大家認為福特車子很糟糕啦 品質不好啦 又不好看 這個自從新的Focus 一改款上來之後 還有這個KUGA 去年就賣得非常好 你看Focus一個月幾乎可以賣一千台 賣一萬三千台 KUGA賣一萬兩千台 這個年增有四十趴 這是國內的銷量 對在國內的 所以這個福特是目前大家看好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國產車為什麼賣得好 因為主被動的這個配備 已經開始完了 我們剛才講ACC那一些 那另外CP值很高 為什麼 你可能80萬就有進口車150萬的配備 哇 對豪華的感覺 這麼好 對 現在國產車CP值越來越高了 那它不會吸濕掉我們國產車的那個獲利空間嗎 不會 其實不會啦 為什麼 先充量 對先充量之後就開始慢慢加東西 加錢上去 這樣也對 國產車聰明 你先把量給充大 規模經濟給弄好了 日後啊 它就是你固定客群 因為前兩年被進口車打得抬不起頭來 所以大家開始換策略 好 那另外今年車市會不會好 我覺得還是會不錯 因為第一個 就換新補助還是可以延續 再來 你沒有辦法出國 你一定會在台灣玩 所以疫情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推手 好 所以我想這個對於車市來講 不管電動車或是汽車零組件的部分 包含像台達電 茂蓮 信邦跟育龍 你可以來觀察 它的產品 分別的產品 像台達電就是電源控制系統 我們講電動車的這一塊 那另外茂蓮 連接器它就是什麼 客戶就是特斯拉 這一些 那另外信邦也是在這一塊 連接器這一塊 充電裝這一塊 也是它的強項 那另外玉蓉 我們講到跟鴻海合作 整車製造的部分 而且它有資產股的題材 好 趕快2308台達電 開始看操作 好 台達電 這個短線已經來到支撐 缺口這個位置 而且稍微破了月線 所以再下來 我認為就開始是買點了 275有撐買點 好 藍茂蓮 藍茂蓮沿著五日線走 所以牆短的話 就是沿著五日線操作 而且它相較於大盤是牆的 大盤破月線 它撐得周線沒破 它還撐得住 好 信邦 信邦也是一樣 大漲之後整理 所以只要這個長紅的低點 不跌破 還是可以偏多看 我真的沒想到電動車 相關概念的 應該都比大盤來著強 月線也沒破 所以今天講這一題對了 玉龍來 好 玉龍傳產股資金比較早撤出來 但是你看回到了前坡的這個支撐的位置 缺口跟長紅 大量區 這邊也可以開始觀察 所以這邊會有撐嗎 40塊錢 對 這邊會有撐 OK OK 好 感謝伯傑非常謝謝您了 就說吧 把那個車的議題交給懂車的伯傑 伯傑您坐下之後 我媽媽問你一個問題好嗎 伯傑請問你有幾輛車 我只有一台車 我以為他們都幾輛都是車 我有很多玩具車 OK OK 沒關係 我前線的來賓 只要懂車 會說車 那麼就完美了 開始囉 這兩天才進行改版的特斯拉 Model S大改版 多厲害 前面科技感 後面更有那個未來式 還有包括了 剛剛不是講到了嗎 這個紅蓋集團的紅環 原來6月份的推出一輛新電動車 很有可能是拿這個來進行改款囉 亮點就在這兒 當然還有更高期待就是拜登了 拜登政策決定要花200億美元 讓所有的包括了轎車 卡車車隊等等 都換電動車 即使多數希望 它的零件都來自於美國 但相信我 還是吃得到湯 羹 肉 知道嗎 所以台灣的機會當然收到去年 三輛黑馬豪華車就這三輛了 但這都是進口車 我在乎的是國產車 國產車的崛起驕傲在這兒 相關概念股分享囉 柏傑重點對嗎 沒有錯 謝謝您進廣告 回到現場下一個讓的主題 這會是個錯跟對的問題嗎 我不知道報爾到底看到什麼訊號 昨天美國領整會開了立地決策會議 沒想到領整會竟然對外宣布 報爾就說了 他注意到了 他也發現到了 他示警 他說美國經濟 復蘇力道跟動能 正逐漸的在消失當中 我不是想問 那麼今年呢 今年美國經濟到底會多弱 還有前面之前 大家不是怕嗎 通膨壓力大了一點點 美國領整會提早收資金 那現在收還是不收呢